一個拉丁姆老師7年前接受抽資療程後死亡 陪審團一致裁定涉案細衣關孝之誤殺罪成 案發在14年6月 被告關孝之在尖沙咀重生直發中心 為拉丁姆老師李嘉營做抽資療程 李嘉營之後昏迷不治 控罪說關孝之嚴重疏忽而非法殺人 審訊歷時29日 陪審團商議8個多小時後 一致裁定他誤殺罪成 法官李素蘭說控罪嚴重 會判監禁式刑罰 被告還押到下個月3日判刑